连日来,香港部分激进分子发动的所谓罢工和自扰活动,对香港交通、餐饮、服务业造成全面冲击。 8月5日早上70.30分左右,有示威者以阻止地铁车门关闭,拉动紧急制动拉手等方式,阻碍列车正常运行。 市民不得不转乘公交、接驳巴士或船上班,多个公交站和低市站大排长龙,路面交通亦受阻严重,多条道路出现堵塞现象。 不少市民因不满被罢工,与示威者发生争执。 是啊,真的,你不要影响到大家上班上行。 据了解,受事件影响当天,过有8条地铁线路与市民上班高峰期部分或全线暂停服务,香港国际机场有约200班底港和离港航班被取消。 受交通影响,商场、街市商铺的人流量亦大幅减少,让不少市民守庭口庭,生计受到冲击。 自2019年6月起,香港已经陆续发生多起暴力事件,示威者包围警察总部, 围攻警察,围堵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,向大楼门口悬挂的国徽投掷黑色油漆弹。 部分示威者聚集在香港国际机场,围攻老人,骚扰乘客,甚至有暴徒拆走海港前面旗杆上的国旗扔入海中。 这些暴力行为让很多人不堪其忧。 众多香港市民呼吁,激进分子尽快收手,还他们一个安宁祥和的香港。 8月3号,大批民众手持撑警,不要纷争,不要暴力等标语, 从香港各区汇集于香港维多利亚公园,支持香港警察和香港特区政府,呼唤理性,反对暴力。 这次我出来的原因就是,我觉得香港的朋友,凝聚这个爱国的力量,出来为香港,为香港的明天的好,就出来说警,怎么说的就是,支持香港警察,支持香港政府。 在港居住20年的意大利人雷纳托手拿一叠自己印制的我爱香港警察的贴纸,逢人变发。 他称,看到社会混乱,感到生气和难过。 8月3号下午,香港一批黑衣蒙面者将海港城门口的五星国旗降下,揉成一团扔入海中,这一恶劣行径引发香港社会各界其大愤慨。 8月4日上午9时,上百名香港市民自发前往香港尖沙嘴天星码头举行升国旗仪式,市民严重谴责暴徒侮辱国旗的恶劣行径,并向国旗敬礼。 8月5号晚,继3号侮辱国旗之后,激进示威者再次降下尖沙嘴天星码头外的国旗扔入海中。 5号晚11时30分,维港旁市民高声唱响国歌,五行红旗然然升起,再度飘扬维港两岸。 8月5号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见媒体,回应近期连串暴力冲击及当日有示威者发起罢工及阻塞交通情况。 林郑月娥特别提到,一部分人用暴力表达政治诉求,部分极端行为甚至令事件变质,包括污损国徽,将升起的国旗拆走抛下海。 杨言要搞革命,甚至光复香港,有关行为已远远超越原有的政治诉求。 这些挑战国家主权,危害一国两制的违法行为,会摧毁香港的繁荣稳定,将香港推上一条不归路。 希望大家想一想,我们是不是要压上700多万人的稳定生活,和香港的未来作堵住。 现在我们的经济和民生已经出现了问题,市民的生计,市民的饭碗都会受影响。 我们的社会已经变得不安全,不稳定,这些都不是在短时间可以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。 这种有人形容为玉石俱焚的做法,会将香港推上一条不归路。 我们的经济和民生也有关系,我们的经济和民生在开不出来的。 我们的经济和民生也有关系,我们的经济和民生在这个拼命中用。 谢谢大家